婉姨陛下怪罪下来 我顶着呗 小妖笑笑地看着入收 小侠的眼睛好似在说 这不就是你入收大人的打算吗 入收黑黑地笑 这段日子为了仪式的事 几乎天天要见这位王姬 相处下来 入收到有几分理解郡弟对他的宠爱 入收行李告退 我命人立即去准备 屋子内的侍女听见还有一套礼服 都惊喜地呆住 小妖拍拍手掌 好了 都该干嘛就干嘛 放心吧 你们也听到了我刚才对入收大人的承诺 有事我顶着 众人都清醒了 擦干眼泪 反正开始忙碌 那日见过第一套礼服的人 立即指挥着书头和上妆的侍女调整发饰和妆容 在这边收拾好 入收也亲自带着人把礼服送了过来 八个婢女服侍着小妖穿衣 属妖时 一个婢女一声令下 两个婢女齐齐用力 小妖痛苦地呻吟 真的要断了 八个巧手 侍女如花蝴蝶般传来绕去 终于给小妖穿带庭的 路收在外面催问 急沉就要到了 好了没有 好了 好了 侍女们回到 小妖僵硬地走了出去 四个侍女屈着戏 拱着腰 在后面拖着长长的跑摆 路收不敢再有丝毫轻慢 拱身请小妖上云年 两个机灵的侍女先爬上车 在上面搀扶王姬 两个侍女在车下扶着 四人合力 把小妖扶上了云年 小妖无心说话 闭着眼睛默默地回忆一世的过程 在云年抵达祭坛 又是好几个侍女扶着小妖下了车 进了云帐 侍女们最后一遍检查小妖的妆容 路收走进来 沉声说道 黄姬 不管有多少人看着你 你只要不看他们 他们就不存在 小妖扫了她一眼 我看你比我还紧张 有名钟声传来 路收对小妖说 时辰道 小妖清晰了口气 对自己说 没什么 父王就在祭坛顶端等我 和那日式衣服时 没什么差别 不过是多走一段台阶 小妖缓缓走出了云帐 侍女们迅速地 为她整理好跑百 整座祭坛用白玉搭建 共有九十九级台阶 架宽上窄 魏延的助力在圆 桥山顶端 再加上全副铠甲 肃立在祭坛四周的高薪精兵 让人顿生静目畏惧 所以宾客都穿着郑重的礼服 站在官吏台上 安静地看向祭坛 阿念嘴角 勤着笑 幸在乐祸地等着 专须既平静又期待 这一刻不仅仅是小妖的归来 还将是她的规矩 情有期待 她曾无数次希望能看到小六的真容 现在终于要看的 可更多的是紧张 站在这里 隐没在无数来宾中 让她觉得距离她十分遥远 此时 红日高挂 光芒万丈 终生悠扬 一个少女姗姗走上了祭坛 乌发堆起云壁 素白色的竖腰长裙 将高挑的身材勾勒得玲珑有致 外照一件长长的拖地纱袍 纱袍上用红黑两色的丝线 绣着桃花玄鸟图 随着她的走动 沙袍展开在白玉台阶上 飞红的桃花从她腰部蔓延开来 开得缤纷绚烂 直扑的玉街上满是啄啄药木地桃花 少女随着钟鸣 从容不迫地走着 她微微仰着头 向着祭坛顶端看去 肌腹圣血 容色清丽 额间一朵小小的飞红桃花 党人心魄 全大荒的人都为她而来 可她神情冷肃 臀脚紧密 不见丝毫笑意 眼中带着不悦和不耐烦 甚至极抹几草 不知道是一天绚烂的阳光 还是一地缤纷的桃花 所有人都有点头晕目眩 只觉得纵白子千红万种风流 都只是踩在她脚下的一颇黄土 专须和景都在最前面 也看得最清楚 专须有些生气 却不知道自己在弃什么 定指觉眼前所以的缤纷绚烂都化作了不安 手紧紧地握成了拳 好似想用立地抓住什么 却什么都没抓住 小妖缓缓站定在郡帝面前 对郡帝叩拜 郡帝暗叹 很多时候命运都自有诡计 非人力所能阻止 郡帝带着小妖先祭拜天帝 再祭拜高薪的列祖列宗 小妖脑内一片空白 只知道在繁荣的祝导词中 叩拜再叩拜 爱入收多日训练所赐 她在麻木的状态下 定然比平日做得还好 小妖心内暗潮 这种事情越抹化 人家就越觉得拟之礼仪 直到最后 小妖觉得自己身子已经全部僵硬吊失 终于听到了大宗伯宣布祭祀仪式结束 来宾们在逝者的带领下 依次离开 上了云年后 小妖常说了口气 郡帝问 累吗 小妖点头 郡帝说 回去后 把衣服换掉 好好休息一下 晚上的宴会你想来就来 不想来也无所谓 父王 你不累吗 小妖可以不去 郡帝却必须去 但郡帝并不惜应酬 我习惯了 小妖说 父王 你不问我为什么穿了这套 你很不喜欢的礼服吗 肯定是阿念把那套礼服弄坏了 小妖笑 我就知道阿念做的事情 你都知道 导致如此 不该不管 可 阿念现在不过是用蛮横在掩饰自卑和害怕 只有他使 他就是唯一 无必计较 有了你使 他会拿自己和你比较 唯一能让他安心的就是我和专须 我不想让他觉得我偏心 老只能比过去更纵然他一些 而且我觉得 有些事情 是你们姊妹间的事情 应该你们自己解决 阿念的害怕 小妖能理解 怕他抢走了爹和哥哥 可是自卑 小妖自嘲地笑笑 说道 这事我会解决 我就是想着 让他发泄够了 我再收拾他 俊帝竟然叹了口气 我这一生 用我所有换了我所想要的 有遗恨却无后悔 唯独挂心的 应该就你们姊妹两人 你们若能真心接纳彼此 探过彼此 我则了无担心了 俊帝难得流露一次伤感的情绪 惹得小妖也有些难受 可人与人之间的机缘很奇妙 不是一个有心 另一个就能有意 小妖没有信心 她与阿念能做到父亲期许的 给不了父亲承诺 但她会尽力 云年亭在承温宫 俊帝回昭会殿 简单的洗漱更衣后 稍微休息一下 就要去一清园参加晚宴 小妖则回了明色殿 侍女们知道她的脾气 先麻利地帮她把礼服脱了 再赶紧帮她卸妆 弄完后 小妖泡了个热水澡 才觉得从头到脚活过来了 小妖再不羡慕人家仙妖一窝了 让婢女找了件宽松的衣裙穿上 她四仰八叉地躺着 由着婢女帮她梳头发 一个婢女帮她轻轻地按压着头皮放松 小妖舒服得竟然慢慢睡着了 小妖这边了无心事地呼呼大睡 却不知道一清园里很多年轻人都在议论她 新月和易颖抓着专须劳的 把你表妹叫出来 我们想认识她 风龙和几个世家公子不说话 却都眼巴巴地看着专须 专须头疼地说 她脾气有些古怪 只怕不怨出来 僵士的一个子弟说道 我们当然知道她有些脾气了 要不然我们需要找你们 新月对专须说 大家是不是朋友啊 日后我们说你是我们的朋友 人家问那你认识她表妹吗 难道我们说我们认识她 她不认识我们吗 众人七嘴八舌地说着 专须招架不住 想站在一旁的景求救 帮我劝劝他们吧 一直沉默地景说道 你们别为难专须了 风龙立即笑道 就是 就是 大家别为难专须了 以后有的是机会认识 也不着急这一时 新月和易影都不再说话 其他人也不敢再起哄 觉得无趣 纷纷走开去别处完了 专须悄悄向景道谢 景突然说 我想见小妖 专须眼中情绪变换 吞吟了一身 笑说道 我只能帮你递个消息 眼不见你在她 景说 谢谢 麻烦你告诉她 我在山底的龙骨域外 等她 专须困惑不解 笑道 隐秘倒是够隐秘 不过可不像是 约见女孩子的好地方 顶座一 轻声说 麻烦你了 说完 她就找机会悄悄离开了 专须派心腹侍从去见小妖 小妖一觉刚睡醒 更在吃东西 听到侍从顶奏说 时期在龙骨域外乡后 小妖有些欣喜 又有些烦恼 还有些紧张 说不清究竟是什么滋味 她慢慢地吃完碗里的食物 仔细竖了口 尽量泰然自若地对婢女吩咐 我想换件衣服剑客 帮我挑一件好看一点的 几个婢女第一次听到王姬主动要求打扮 全如打了鸡血一般兴奋起来 立即动手把所有衣服都拿了出来 一件件拿给王姬看 她们叽叽喳喳地商量 好半赏才挑了三件出来 今晚月色极好 穿这三套衣衫肯定好看 小妖为难地说 能不属腰吗 婢女子辈立即说 这是晚上 本来就光线不好 穿得宽宽松松 乍一看向孕妇 另一个婢女珊瑚笑眯眯地说 黄姬 我们想穿这样的衣服也不能 因为腰不够细 腿不够长 穿上不好看 您穿上那么好看 为什么不肯穿呢 小妖问 真的好看 所有婢女齐齐点头 小妖想到 这是她第一次以女子容貌见景 决定要好看不要舒服了 小妖挑了一件素白的衣裙 袖口和裙摆的里层 袖了绿色的铜锣 行走时才会露出些许 平天几分俏皮 婢女又帮她松松晚了个发际 带上一只翡翠不摇 抖路时 柯柯翡翠摇曳摆动 恰于袖口裙摆的刺绣呼应 小妖走了几步 婢女们齐齐满意地点头 珊瑚左右看看 冲去衣箱里翻茧 拿出一条长长的绿色绣花沙罗批驳 搭到小妖肩上 绕过腰 悬于手臂间 再认沙罗自然垂落 小妖走了几步 觉得累赘 冲婢女却一脸惊叹 齐齐拍手 王姬 快快去见你想见的人吧 管保让她从此再忘不了你 小妖脸有点烧 你们胡说什么 我就是去见一个普通朋友 所以婢女都忍着笑 是普通 普通道让王姬肯费心打扮自己 小妖乘坐云年下山 快到时 她却让御者停了车 今夜是满月之夜 月色真的很好 银灰落在树梢 又撒在青石小路上 小妖踏着月色 一个人慢慢地走着 距离山脚一步远 海潮拍打礁石的声音隐隐传来 绕过一层灌木 小妖看到了站在礁岩上的男子 她面朝着大海 静静地等候 不知道已经等了多久 也不知道还能等多久 在这里等她的是夜时期 小妖心里的那些 恼怒渐渐地消失了 至于了喜悦和紧张 小妖越发放轻了脚步 悄悄地走近她 在拜计仪式上 阿念本来一直幸灾乐祸地 等着看小妖的笑话 没想到小妖最后 穿的礼服 比她毁掉的那一套更华美 更精致 简直是让整个大荒 都为之侧目 阿念差点想冲出去 撕毁小妖的礼服 毁掉小妖的妆容 毁掉小妖也毁掉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掏乏力